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办了第四届磁光杯篮球嘉年华 吸引了30个队伍 将近200位民众报名参加 现场还有多达32个摊位 实践大学也共襄盛举 还有精彩的表演及环保迷宫等活动 吸引民众吸一家带俊的来参加 场面相当热闹 祝福我们大拆 好 开了 那可不可以请王爷爷讲 因为他100岁了 百岁人类坐着轮椅来到球场中央 为比赛进行开球仪式 中山区大直里在培英公园 举办第四届磁光杯篮球嘉年华 吸引30个队伍 分成国男 国女 亲子 壮年 以及青年五个主别 总共将近200位民众报名参加 现场充满热血沸腾的气氛 然后读时间大学 然后是时间大学校队的 教练跟我们讲说有这个比赛 然后我们就过来这样报名 然后刚好也在附近 就是过来打打看这样 平常都是打正规比赛比较多 三对三比较少 几乎没有 打是第一次打 打就是还不错 还蛮有那种街头感觉 这个是因为我们大直里里长的号召 所以我们附近的李明 无论如何也要过来 这是我们第四届举办 那也是由我们的李明花起的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棒 所以我就跟他们整个把它扩大 所以这一次算是加上嘉年华 然后采多元化 所以特别热闹 大概有30个队伍 那我们会分很多的组 有常青 成人 国中 高中 那我们这次因为是采多元化的 所以我们这个嘉年华 我们另外有32个摊位 然后里面有很多宣导 很多义卖 然后让大家来共襄盛取 那最重要小孩子 我们针对小孩子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以环保为主题的 一个金鱼迷宫儿童游戏 那个很特别 让小孩子也来玩 然后同时还有卡拉OK大赛 这样子 这次表演节目也很多 我们有实践大学的热舞社 还有艺术家协会 有很多的公益表演 还有国中的台前道 还有歌唱表演 还有我们社区妈妈的团体舞表演 非常的精彩 大致力的我们的蔡俊贤里长 真的很用心 他为了能够让这个少年 壮年 成年人都可以参加这个 都可以运动 都可以参加篮球 所以他就办这样子一个三对三的篮球赛 那因为篮球是全世界最风靡的一个运动 那事实上是这个三对三是场地不大受限制 那人员组成也很单纯的 那能够很简洁 而且可以很快速的完成 那我觉得他对鼓励社区的这个 这个运动的推动非常用心 那他也很别出心裁 又今天又担任这个神秘人 然后又把歌曲唱得很好 所以这么好的里长 我真的很肯定他 为我们大直理大直社区的付出 球场中央打得激烈 周围也没闲着 现场有多达32个摊位 吸引民众前来逛逛 大直理好邻居 实践大学也共襄盛举 设置了六个特色摊位进行异麦 有吃有玩 还可以透过服装设计 感受永续环保的精神 非常感谢实践大学校长 他也全力的跟我们支持 也认养了六个摊位 那我亲自来参加我们这个开幕典礼 那我们非常感谢丁校长丁博士 那我们请丁校长来跟我们讲两句 好 好谢谢里长 那实践大学在大直地区已经迈入第65年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敦清牧林 那大直是一个很 这个很丰富 很高尚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希望学校对地方有多多的帮助 整个在这里设计学院的服装设计学系 今天带来是裙摆摇摇 那我们事实上用了很多就是裤存的布料 增长的布料 有情感的布料 来做成服装 裙子的这个部分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们希望能够永续时尚的经济循环这一块 那过程里面除了刚才等下你也会看到有泥染 泥染也是一种永续的一个染法 其实我们的学生去台湾 找了台湾地区的泥土 找了苗栗的泥土 找了台北的泥土 他们磨成了颜料来做染色的这一块创作 那最主要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刚才提到了 用地球的有限的区域的一个色彩 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它很省水比一些染料上面来讲都是省水 而且也是天然的 那这一次大直礼一共给实践大学六个摊位 那我们就在校内来公开的征求 那首先是我们的桥外生 他们把他们制作的可颂拿出来卖 那接下来是刚刚院长介绍的服装系的作品 那另外就是我们餐馆系自己做的这个西湖咖啡 那还有我们的亲善服务队这一次也出来 希望共襄盛举 那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摊位 是希望能够鼓励年轻人远离毒品 那他们有制作了一些游戏 那只要你通过了这些游戏啊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精美的礼品 那最主要是支持大家远离毒品 另外现场还有里民用大型纸箱等废弃材料 搭建一座金鱼迷宫 以寓教娱乐的方式宣扬环保理念 也吸引许多亲子一起来游玩 做这个环保民工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让我们的孩子们体认环保的重要 第二个要认识我们现在海洋污染的问题 那这些海洋污染的问题是不是在未来 让我们孩子们真正在海洋这块 在环保这块好好地去珍惜我们现有的资源 那我们也希望中央有个机会给我们 让我们这个大直立做炎做光 但是同时也是让大家认识大直立 这个美好的社区 资料收集大概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资料 但是材料收集大概不到三个月 那把它组合的时间只有20个小时 20个小时之内完成 那我也相信这个东西可以做推广 也是鼓励大家注意环保 那怎么样用环保的材料 我们都你看所有的材料都是现成的 那也许都是人家不要的 但是我们把它组合起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安排 让每一个小朋友进去 第一个要遵守规则 第二个要注意我们的环境里面 是不是有哪些东西可以运用的 我们只在家庭里面不要随意丢弃浪费东西 拥有金诗歌王称号的里长蔡俊贤也带着面具 在现场高歌一曲超人活动气氛 透过举办篮球嘉年华 居民以球会友交流情感 也为社区注入年轻与活力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疫情趋缓 边境即将解封 各产业的需求人力大增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 在各就业服务站举办现场征材的活动 即日起到9月30号 北市各行业共释出了748个工作机会 其中住宿餐饮零售的职缺最多有534个 欢迎想找工作的民众 可以到各就业服务站参加现场征材 或者是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 来了解工作机会 画面现场是南港东民轻盈就业服务站 有十二锅 天好运等知名的餐饮业者 开出多项职缺 现场征材 直接与求职者进行面试 餐饮业指出边境即将解封 产业需求人力大增 各家积极应征抢人 国境要开放了 那代表国外的观光客越来越多 会来台湾做旅游 那餐饮业的话 当然观光客也很重要 在一些比如说永康街的商圈 或是桂林那边的西门町附近 都很多观光客 所以我们的餐饮业的人才需求就越来越多 那也是因为刚好这个时候 大家台湾也逐渐解封 大家也开始出来找工作 那现在的招募进来的人才 也会选择性比较多 那我们未来在 我们培养 未来我们的公司的一些职位 还是一些干部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趁现在也是多来找一点人 然后期望我们的餐饮业 可以越来越发展 我们当然我们寻找的除了计时之外 也有一些干部或是一些电经理都会有 各个阶层都有 因为目前餐饮业还是需要持续展店 那展店的话就会有很多主管的职缺出来 那我们要从慢慢的先进来这边先适应 从干部慢慢的培养到电经理 然后一起为 就是接下来开放国境之后 人越来越多 我们就可以服务更多的人 目前我们其实都是可以来试试看 未来一定是台湾会越来越老龄化 那我相信除了应征 引发族的员工之外 我们的工作环境 要有一个友善的环境跟氛围 他才有办法进来这边工作 这次一连串的配套 是我们也有在发展的地方 因为他们来工作也要安心 因为毕竟说真的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可能没办法像年轻人那样子的这么的快 但是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代客之道 那些一定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对象 也可以让整个氛围更加和善 而且是台湾外的趋势 因为我本身很爱吃火锅 全家人都爱吃锅 所以说因为我本身之前 有做过餐饮的工作 十几年我在Skylike 在做他中央厨房 所以说今天想要再来挑战看看这样 因应各产业需要 大量人才 即日起至9月30号这一周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 在各就业服务站举办现场真才活动 共提供748个工作机会 前三名为网品餐饮集团132名 光宝科技121名 摩斯汉堡60名 因为现在疫情的趋缓 边境即将解封 所以外来的人口会逐渐的进入国内 所以观光客也陆陆续续的来到了各地 所以说各个产业 它的能力需求也会逐渐的增加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很多产业都有求财的需求 所以也透过我们就会服务站的方式 提供了各自各样的求财的服务 那我们台北市就业服务处 在各地的就业服务站提供了各类的真才活动 那目前有700多个职缺 那其中有住宿餐饮的职缺 有多达500多个 占了7成以上 那欢迎民众有需求的呢 来各地服务站可以来做求职的服务 参加现场真才的厂商与民众 也称赞就业服务站的环境与服务相当好 提供舒适的求职求财空间 因为他们就业服务站 台北市有很多地方都有 蒙甲也有啊 然后南港也有 这样子对于应该是说找工作的 民众也很方便 他会到 因为资讯集中啊 然后大家来这边就会有很多职缺可以选择 然后他相对而言 我们有一个好的环境 可以提供给一个面试者 一个空间 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做面谈 然后做个应征 然后确认一下 我们的公司的 比如说制度您喜不喜欢 要不要来这边发展 是一个很好的空间 我们也很感谢就服务站 台湾就业通的网站或是劳动局的网页 以及那个劳动局的 劳动台北的FB网页 可以下旬到相关的资讯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指出 现场真才活动 9月28号在西门救服站 9月29号在信义 蒙甲 景美 南港东明救服站 9月30号在西门救服站举办 时间都在下午2点到4点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或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 了解更多的就业资讯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HOME PLUS中加宽评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啰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 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加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他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电动公车看起来与一般公车相似 但外观稍有不同 低震动低噪音等优势可以为乘客 带来更优质的服务品质 更重要的是减少碳排放 目前已有336台电动公车上路 年底有望增值400辆 因为估计这个疫情 大概在年底就会结束 有感化 面对的下一个难题就是 2050建能探排放 台湾可以不出国旅游 但是我们不可能付外销 所以等到其他国家 开始看关税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严肃的 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2050建能探排放 是势在必行 一定要去积极准备 那么面对2050建能探排放 大概三个主要项目 在台北市 一个是住商的问题 就是建筑物的规范 包括绿建筑、节能减碳、LED灯 这大概我们很快 尽管住就开始公布台北市 不过一开始 由内和外由工的事 第一步就开始规范民建建筑 第一步就先公布公家机关 所以以后公家机关要盖的时候 那绿建筑要符合哪些条件 下一步就是新建的民间建筑要符合哪些规定 到最后才开始去处理 以前的建筑要怎么处理 所以住商是一个部门 另外一个就是交通 我们还是要使用大量的公共运输 绿运输等等 那除了我们现在台北市 已经算是小有成就的4U 什么叫4U你知道 U-bike,U-moto,U-car,U-parking U-bike,U-moto,U-car U-parking你知道 这样来透过一个APP 把台北市所有的公有的 甚至连私有的那种停车位都要 在一个手机上显现 事实上你想想看 如果你可以接受A2B&B的概念 你知道 那你家没有用的停车位 为什么不能拿出来用 那事实上我们公家机关也开始在 强制在推行 那刚才我知道我们现在 捐出来大概超过5万个车位 不过这还要继续再做下去 那除了这一块 另外一个重要项目 就今天好讲的 电动风车 事实上从2018年 我们就开始下令说 台北市政府不再补助这个燃油风车 所以事实上从现在开始 你知道大概就是只能买电动风车 那这个黄敏森议员 在议会一直不许我们要做这个 那我们回来到底要怎么做 当然第一点 一定要先帮他准备 那个电动风车的充电站 不然你买电动风车 你要再拿来充电 所以这些 那这个场地的提供 拉电线 这个一定要市政府办法 再来是这样 官司起头难你知道 所以我们当时就开始设定说 电动风车 台北市政府运价要怎么再补贴 目前是每一人是2.12元 那当然这个是 会随着这个状况 我们去调整 所以我们大概在初期还是要补贴一点钱 来支持电动风车 另外一个是贷款 那因为每一辆 造价都要一千万左右 那这个当然交通部有补助 那市政府要补助多少 好问题 不过是这样啦 我们先找副方说这个 这个不能先贷款 立立贷款再先做 所以展望未来你知道吗 我们要说要补合这个2050健人碳排放 要朝向一个一级勇气城市的发展 这电动风车是势在必行 那大概目标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是下令 公车只要开换 只能买电动 所以估计到2030你知道 大概八年后 台北市这些公车 大概就全部开换完毕了 台北市自107年起 将老旧柴油公车 逐步态换成电动公车 配合行政院2030年 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政策 规划许多重要措施 包含不再补助购买燃油公车 留设电动公车调度站 及补贴搭乘人次2.12元等 引导业者加速态换车辆 刚才柯市长所讲的 其实就是我想讲的 我现在在补充 科市长在八年时间 游多政绩我不再追溯了 但是在这四年之中 我想大力的推动电动车 台北市是第一个市 六都里面第一个规定 这个泰幻车子不能泰幻油车 一定要买电动车的 这是一个第一个 所以我们业者当然我们很骗 所以才有今天做336量 但其实我可以报告一下 年底说400量可能还不止400量 因为现在工种还在审议之中 有一班选有示范选 到明年1月1号 就没有所谓示范选 都一定一班选 所以那个数量 尤其是我们台北市所在之区 应该他会给我们更多 但是我不敢确定 但是我们要积极去申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补贴的这个问题 中央有补贴 但其实台北市也为了鼓励我们买电动车 他每一人是补贴的2.12 这是台北市的得正 所以我们很愿意去买电动车 因为这可以增加我们的营收 但最重要的 还有一点 买电动车很贵啊 我们一部订动车是一千万 我们现在核定我们的运降 才350万 当然最近要再重新再审查这个运降 所以我们 你说要我们 我们拿钱出来 拿钱出来 以前是我们贷款 只能到五成到七成 那其他我们都要自备 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 人家有那么多钱 所以这个政策 假如这样下去 是推不太多的 所以市长特别协调 我们互帮 那因为台北市也有互帮的股份 所以互帮也很愿意跳出来 他说协调我们 我们可以足额的贷款 所以足额贷款 是比其他营兰还多 可能七成再加一 所以这里对我们贷款 是相当有帮助的 相当有帮助的 这个我想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市长其实讲了很多 就是我们有个观念 我们以为是买了电动车 我们买了以后呢 就是电动公车化了 不是这样子的 我跟各位报告 买了电动车才是我们混淆的开始 我们厂站在哪里 我们拉电在哪里 厂站的问题 好在市政府 市长也特别交代 彭副市长 就专门在处理 我们厂站的不准 可以拉电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我们很多出的地方 地主不同意 拉电啊 你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有公共设施 或是公有的地方 我们来搭电 所以现在我相信 很多业者都已经 小有所成 都已经得到这个好处 所以这一点 我要感谢各市政府 电动公车不仅减少碳排量 也配有ADAS系统 拥有车道偏离预警 疲劳驾驶侦测 行车视野盲点警示等设备 期盼降低事故发生率 也提供民众更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空品的知识 您了解多少呢 《环保15》每年办理空品知识 行动与创意竞赛 邀请学生们 透过各种多元的方式 来表达对议题的想法 冠军组的游戏 结合了绿生活与桌游教材 令人印象深刻 结合时下流行游戏 与加密货币概念 增加游戏优因 同时让民众玩游戏多走路 减少交通工具使用 达到环保效益 这是环保署举办空品知识 行动与创意竞赛高中组 特优的作品 大专组则是以食品业者 消费者 政府等不同角色 融入餐饮业油烟等相关政策 延伸各种情境与影响 宣导空品相关知识 游戏内容丰富 同时关注议题 所以这次我们的参赛作品 就是希望可以用游戏 跟环境 地球 就是合并起来 让小朋友们 就是能多学习环境 跟以后长大 就是 就是 unconsciously help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同时我们也是有 引入区块链的技术 就是在北美洲 现在很盛行的一个优势 来放进我们的游戏 来引发台湾的年轻人 接触新的东西 我们发现 在台湾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在开车 我们的简报有讲到说 台湾有大概 2200万的车辆 大约是全台湾 每一个人都有一台车 所以我们想要减少人们开车 也就是来让人玩我们的游戏 可以多走路 他们就没有再开车了 我们是来自彰化师班大学 地理学系的学生 然后今年我们刚好二度参赛 以桌游强势回归 然后竟然很荣幸 获得大专组的特优 然后我们觉得 其实在过程中最困难的是 如何修正如何调整 那刚好遇到很棒的伙伴 让我们一起行动 一起落实这些理念 然后也很荣幸可以来这边 参加颁奖典礼 然后也很感谢評審们的肯定 跟期待 还有队友们的努力 这样 感谢 我们的作品是透过食 就是饮食消费行动去 进行的桌游设计 然后主要是用各种的权益关系人 然后进行一些角色的 竞争合作的关系 并且透过卡牌 跟一些点数的换算 让角色跟玩家 可以在游戏过程中 体验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行动 然后如何一起去共同 正视空气品质的问题 然后大概是我们桌游的 基本构想 像是在地的餐食店家 我们就可能设计 环保团体去针对空污 进行一些游行或是劝说 又或者是具有强制力的政府 来进行一些法规的调整 像是加强摊贩集中区的油烟管制 或者是落实一些 像是油烟集中处理 或者是改善空气品质的一些策略或法规 是我们会融入桌游的卡牌设计里面的 另外也有学生自行编排创意舞蹈 动作设计连接空气污染减量方式 让民众以后看到舞蹈都能发挥联想 进而实践环保生活 那环保署办这个活动 我想大家都清楚 空气品质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才能够来改善 绝对不是说只有政府机关 因为你可以知道 我们从食衣住行娱乐 甚至到民属的活动 都会跟空气有关 对不对 大家的这个竞赛里面可能也有提到 那过去我们常常会看到说 所谓的自虐性的风险 比如说你知道烧金子会造成空气无人 那有的人就是因为 即使他知道空气无人 他还是去烧金子 那有人知道说抽烟也太健康 他还是去不抽烟 这个就是自虐性的风险 但是有一些 对自虐性的风险 就要求你一定要做到另风险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要有人类 只要有公共决定 会有污染的来放 但是我们要把空间里的指导 我们可以接受的风险 因为不可能说 所有的污染物组 全部被拿掉 那是不太好 所以怎么样在经济有效 成本的考量下 做到稳难 可以接受很多一个 我们什么情况 来做这个考虑 所以通过这个活动 也让很多的 我们在座的学生 在比赛过程里面 需要去收集资料 也需要跟老师讨论 那这个就是教育的一部分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资料收集 我想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了解了很多 我们空间底子方面有关的名池 甚至我们推动的政策等等 都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比赛过程去了解了 在多年前一开始 大家可能都只有管PM10 然后后来呢 管到PM2.5 PM2.5 有人就跟我讲 它说能萌萌意会有人 一员在咨询环保局长 说你管那个下午2点八要做什么 PM2.5 你就是管下午2点八要做什么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即使空气污染的 空气底子的这个知识 一直在演技一直在成长 那有很多可能过去没有听过的名字 後續也會陸陸續的再出現 那這些都需要我們透過宣導 跟民眾去講清楚 那哪些是對人體健康危害的 要怎麼樣避免這個危害 那在政府機關跟民間社團 跟民眾之間 我們到底怎麼再努力 完整的空間品質做一個改善 上一年來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活動 所以今年Edmond邀請我來參加 我就是感覺很佩服 因為環保署讓我們這些小朋友 這種機會能多學習環境 跟製造一些不同的方法 那個十二個 十一住行娛樂 然後來學習怎麼 就是用不同遊戲或者就是音樂那些來 就是廣播這個重要的環境 我是覺得這個競賽是非常的好的 很多台灣的小朋友們都可以有一個機會 可以講出他們的意見 來進步台灣的空氣汙染 因為我們也知道台灣的年輕人也是最有想法的 會幫助那些長輩來想出一些更好的解決方法 因為我們剛好讀的科系是地理學系 地理學系反而就是一個探討人跟環境之間矛盾問題的一個學科 然後剛好我們的學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我們就可以去應用生活中所見所聞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並且透過我們的學科去解決改善這個問題 競賽以日常生活面向為主軸 共有高中組十五隊 大專組十七隊報名參加 鼓勵青年學子以不同事業團隊合作來參與比賽 從中學習及運用甚至推廣至周圍人 一同來關心空品響應靜靈律生活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肺癌殘連12年的頭號奪命腫瘤 有近六成的癌有確診時已經是晚期 社團法人費承受協會完成了國內首份的肺癌治療 滿意度大調查 調查顯示九成以上的晚期癌 又希望健保能夠跟上國際治療指引 期盼放寬及加速健保給付免疫合併化療 3 2 1 晚期肺癌治療接軌國際 肺癌癌有無法選擇肿瘤基因和型別 一旦患者無法使用標靶藥物 若不符合免疫治療的健保給付條件 就只剩傳統化療可用 社團法人費長壽協會完成國內首份的肺癌治療滿意度大調查 調查顯示健保給付是癌友治療滿意度的關鍵 台大雲林分院胸腔醫學中心主治醫師陳崇玉指出 像是肺磷癌雖然三年前開始給付免疫治療 但受限健保條件嚴苛 多數癌友可說是看得到卻用不到 癌友也現身說法 希望健保能給癌友更多的支持 一個病人整個全家都受到影響 經濟上也受到影響 今天我後來我經過我們的程序師 幫我介紹我做了聯繫性治療 我今天才有辦法站在這裡 跟各位先生媒體還有很多的病友來分享 我做了這個聯繫性治療 我可以跟很多朋友聊天 因為我已經退休了 那退休了我可以 我講出來我退休後在烏龍 還可以到鄉下去幫人家工作 自己種種田 種種菜 還可以運動 那如果說做了傳統性的瓜療 我跟以後的聯繫已經沒有辦法了 也並沒有辦法了 所以說呼籲我們的政府 對這個我們的肺癌病患 都考慮一下 因為這個明星治療 可能會牽涉到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它沒有辦法承受的話 能說有錢啊 可以省啦 沒有錢就要死掉了 很多朋友走看又看 今天少一個明天少一個 他可能也沒有辦法去負擔這個 好啦等死啦等死啦 政府要關心這一點 台灣這麼長的說明幾乎啊 這個政府要關心 他們不願意得到這種病喔 他得到這種病 變成了他的經濟負擔 所以說話 我父親啊 我們的政府 人要非常的關心 這個費用 不是每個家庭都不會承擔啊 肺鈴乃的發生大部分是跟空氣污染 或者是基因的突變有關係 那它跟肺腺癌不一樣 是肺腺癌呢 它大部分發生在我們的肺部的周圍 那這樣肺鈴乃大部分是發生在我們的氣管的一個中間 那我們目前呢 這個國健署呢 給付的這個低進化電腦斷層 它針對我們肺部呢 做一個掃描 但是呢對於中間的 包括這個氣管支氣管的這個部分呢 那低進化電腦斷層呢 是沒有辦法篩檢出早期的肺鈴乃的一個變化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在篩檢工具上 肺鈴乃它就受到一些限制 那第二個是呢 肺鈴乃的它目前的治療呢 還是以這個化療為主 因為它的這個標靶藥物呢 相對比較少 那另外呢 受限於這個健保的給付 那我們在使用這個標靶藥物之前呢 要做這些居動基因的檢查 但是呢 在這些健保呢 並沒有給付呢 我們的肺鈴乃的病人 來去做這樣一個基因檢測 所以進去病人 他能夠接受標靶藥物的治療的機會呢 就相對比較低 那再來是這個免疫治療的部分 那免疫治療呢 主要是健保呢 它限制在這個 這個PD-1呢 要大於50的病人 可是呢 臨床上我們看到PD-1呢 大於50的病人 其實但我們的病人 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呢 有四分之三的病人呢 其實並沒有辦法來去接受 這樣的一個免疫治療 這是我想在目前在臨癌 肺鈴乃的這群病人 他所受到一些 不管是篩檢的劣勢 甚至治療的選擇呢 也相對都比較少 受限於健保的給付 很多呢治療 那必須要自費 包括剛才我們提到的免疫治療 以及標靶藥物呢 它的價錢 都在十多萬到二三十萬 那很多病人 他在健保的這個標準的治療完之後 他如果沒有這些經濟的來源 那我想很多的治療 他就必須要去放棄 或者是呢 他必須呢 再去回到傳統的這些化學治療 但是傳統化學治療 我們知道它的副作用呢 相對這些標靶藥物 或者是免疫治療 它的副作用會來得很多 所以很多病人 他可能到最後就選擇 我不治療 做安寧 那我想對於很多 特別是 剛剛我們今天 有年輕病友的一個代表 對於這個家中的一個 經濟的來源 或者是甚至呢 他是一個家裡 他有這個年幼的小孩 他們也希望這個能夠陪伴小孩成長 這個過程 我想我對他們來講 會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打擊 目前還有治療上 遇到一些困境就是說 國際上一些新的治療方式 比如說免疫加合併化療的這個治療方式 還有一些新的標靶藥物 那麼在健保這邊給付 可能都要好幾年的時間 才會通過 那麼我們其實肺癌晚期的病人 他是在跟死神拔河 那他不見得能夠等到那幾年的時間 可是如果這些新的藥物 新的治療方式 能夠提前讓他們使用 可以延長他們的存活期 這個是大家所期盼的 有些家屬 有些晚輩他們比較孝順 然後就拿房子去貸款給爸爸去治療 那結果治療到後來 爸爸走了 但是這個貸款還是沒僥心 繼續還要再負擔這個費用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健保這邊能夠多給我們 還有支持 能夠給我們更多的這個新的 納入更多的這個新的治療方式跟藥物 臺灣年輕病友協會 副理事長更指出 60歲以下的晚期患者中 有5乘5的癌友是家中的經濟支柱 他期望有關單位能在健保給付與職場工作方面 給癌友更多的支持 那我們很多的年輕的癌症病友 其實在治療的過程當中 他們是家庭的主要的經濟支柱 那很多年輕的癌友其實要面臨到問題 就是說可能副作用太大 那導致他們無法去兼顧他們的工作跟治療 那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癌症病友其實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們在這邊其實想要呼籲政府 就是說提供療效更好 副作用更小的這些創新的藥物 例如像是癌症免疫治療 或者說合併的免疫治療 可以讓這群年輕的癌友 他們可以兼顧他們的生活品質 然後有機會可以一邊治療 然後一邊兼顧他們的經濟收入 去最大程度的降低他們生活 或者說家庭上面的影響 我覺得我們很想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生病不代表失去工作的能力 他們的專業能力其實都還是在的 那只是說我們可能只是需要一些比較彈性的工作方式 那剛好因應過去就是COVID-19導致說 其實很多的工作型態都做出了很多彈性的調整 例如說很多人可以Wall from home 然後可以通過遠端的方式來參與工作 那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的癌友他們在這一波的疫情當中 因為這樣子工作方式的調整 讓他們反而可以去兼顧他們治療跟工作之間的平衡 那我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們希望未來就是在台灣的公司企業 他們遇到他們員工離癌之後 或許也可以在這樣子工作形態上面給予更彈性的支持 肺長壽協會指出他們也透過臉書的肺長壽社團 盡力提供癌友相關的資訊 很多人他一確診癌症 第一個反應就是晴天P 然後不曉得人做什麼也不曉得該做什麼 所以社團在這個部分呢 他能夠給還有一個安定的力量 因為我們這幾年來社團累積了很多的經驗分享 還有一些醫療資訊的整理 他像一個百科前書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把還有帶出來 讓他們恢復以往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們有一些像我們有手機攝影的一些活動 還有登山健行步道的這些活動 所以我們希望在除了治療以外 我們希望大家不要生病了 然後所有的生活裡面只有治療這件事情 希望他們能夠盡快地恢復正常的生活 然後可以去讓他們生命的寬度可以更寬廣 響應2022年世界肺癌日 肺長壽協會、台灣年輕病友協會 與沸沸揚揚、台大雲林肺癌病友會等三大病友團體 共同呼籲政府能重視肺癌治療需求 盼放寬及加速健保給付免疫合併化療 作為五種瘤基因突變的晚期肺癌患者第一線治療 協助癌友能夠透過創新治療 來維繫工作、收入、提高治療的滿意度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我們的理事長、副理事長 HOME PLUS中家寬評在地影像賠利與針見計劃開始囉 即日起到12月15號為止 公布獎勵那你來拿 詳情請假中家新聞FD粉絲團 或掃描針見簡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事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 主名人間系列紳士雕像確定要回來了 金融市長林悟昌昨天與主名美術館簽署合作 正式宣布10月7號起11位紳士將重磅回歸國門廣場 展出到明年10月6號 我們就請市長跟賴館長先為我們來做一個簽署的動作簽名 在金融市長林悟昌與著名美術館館長賴樹林等人共同簽署下 今年6月金融城市博覽會中受到熱烈回響的 著名人間系列紳士雕像 將從10月7號起再次回到國門廣場展出 這次展出時間長達一年 希望具體落實林悟昌城市美術館的概念 紳士系列的這個展品呢 在陳博會期間來到金融在國門廣場 那獲得很大的迴響 那很多的市民也好 遊客也好 都一直提出說 是不是可以再現國門廣場 所以我們經過了從陳博會之後 很多的努力終於成真 其實我們希望是讓金融市的城市環境裡面 就像我們的城市博覽會 所接觸的一個理想跟這個價值 也就是希望整個城市都是我們的美術館 整個城市都是我們的博物館 整個城市就是我們展演的空間 對於紳士雕像重新回到金融展出 曾經參觀過的小朋友都很開心 我有看到朱鳴大師有一個作品 叫做撐著雨傘的下班族 然後呢 那個時候我覺得那個作品 跟我們金融的生活很貼近 然後我聽到他現在要回來 我很開心 我有看過朱鳴的作品 撐著雨傘的人 我覺得很厲害 很厲害 那現在知道他要回來 很開心 除了11座紳士雕像回歸金融國門廣場外 這一次雙方合作還加碼推出 藝術教育向下扎根計畫 從10月1號起 金融市國中國小及幼兒園 老師與學生一年內可不限次數 免費參觀朱鳴美術館 讓金融這座城市與朱鳴美術館 有更強大的連結 希望未來能培養更多 金融在地的美學人才 這是在之前從來沒有在任何縣市合作過 當然也是一個機緣 主要就是說 我們這個朱鳴老師的這個 人間系列聲勢展呢 在今年的城市博覽會 得到了很熱烈的支持 以迴響 那我們要回應這樣的一個熱情呢 我們就在思考說 如果只有聲勢雕塑 回到國門廣場重新的展覽 事實上它就只是作品 可是我們希望它擴大 讓這個效益是能夠生根的 有藝術扎根 所以我們就提出了這樣的一個 就是365天的藝術門票 那獲得金融市政府的團隊呢 非常熱情的支持 所以我們就完成了這樣的一個合作 就是我們是以兒童藝術教育工程 來建構國門製程 說著名美術館把它從 在金山的這個館子 延伸到基隆來 那當然基隆這個城市 的這個範圍跟空間 也擴大到我們的 著名美術館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場 非常有價值的一種 合作的一個模式 我覺得對我們基隆的小孩子 未來從小到大 培養這個美學的素養 以及對於城市環境 美學的一個敏感度 我覺得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注意 金融市政府觀光 及城市行銷處長曾志文透露 除了基隆國門廣 未來這群紳士也將到金融市 不同的景點旅行 提升觀光效益 請國人拭目以待 10月7日國門廣場見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導 大家好 而邁入第八年的向大師致敬活動 今年特別邀請到VK客回鄉 舉辦水之彩演奏會等系列活動 記者會上VK客也當場演奏創作曲 敬業 來感受這位亞洲人氣鋼琴大師的音樂美麗 結合節奏吉鼓與鋼琴 既悠揚又澎湃的樂聲讓人聽得如痴如醉 這是基隆國門廣場水舞的背景音樂敬業 作者是基隆出身 曾創作出電視劇《藍靈王篇圍曲》 首掌心等經典歌曲的亞洲流行鋼琴大師VK客 邁入第八年的向大師致敬活動 今年特別邀請VK客回鄉 舉行水之行演奏會等系列活動 為市民帶來豐富的音樂饗宴 向大師致敬的活動今年是第八年了 那我們每年在地的藝術家都有不一樣的領域 不一樣的表現 那今年我們特別邀請了VK客的鋼琴大師 回來幫我們做相關的系列的演出 那在這邊因為基隆是靠山 海跟港 那又稱為雨都 所以VK客大師就特別以水的形態聲音等等來做的創作 那我們大師也特別安排了會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們有互動的這一個活動 這也是很難得的 然後也會在潮進跟在海洋智能館做相關的演出 那當然重頭戲的演奏會 那也請大家共同來欣賞 VK客表示基隆靠海水的意向豐沛 這一次演奏會主題水之行就是以水為元素進行創作 水無常行 那它的變化也是非常的萬千 那趨近於無限 不管是溪流海洋或者是雨水 那它所有的東西都離不開水 那又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那於是我想要用水來描寫跟打造這個有趣 而且令人會陶醉在裡面的這樣的一個系列活動 特別的是VK客還與海洋科技博物館跨界合作 在潮進智能海洋館推出10月1日到10月31日期間限定的專屬音樂 讓遊客感受沉浸式音樂體驗 覺得非常的陶醉也很喜歡那樣的一個空間 那我就刺激了我一些靈感 那我就將一些水元素以及深海元素 那結合一些不管是傳統樂器或者是電子樂器 那有一種虛跟石之間的融合 然後去打造一個像海底世界一樣的一個沉浸式體驗 金融市化局方面表示 2022項大師致敬活動 從10月1日起跑 除了專屬演出音樂會 還包括彩繪街頭鋼琴 街頭快閃迷你演奏會 及作曲配樂大師講座等 邀請國人到基隆感受 亞洲人氣鋼琴大師的音樂魅力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金融市人愛國小將教室搬到電影院 舞蹈班的青詩聲共同欣賞台灣第一部舞蹈紀錄片《舞進》 片中的主角之一郭榮安與導演楊偉欣還親自到現場與青詩聲座談 帶大家看見舞者對芭蕾的熱情 我尚望跳芭蕾 想要成為一個舞者 跳了10年 逐機遍布台灣莫斯科東京首爾的台灣首部芭蕾舞紀錄片《舞進》 帶仁愛國小舞蹈班青詩聲 看見台灣芭蕾人在逆境中力求自我實踐的過程 在座談會中 導演楊偉欣與舞者郭榮安親切地與孩子們互動 鼓勵他們要有越錯越有的精神 我希望透過這一部片 然後透過我的經歷可以讓這些孩子 遇到困難都可以不放棄 其實他們九年中 就是我遇到了非常多台灣的就是芭蕾的 就是不管是學生也好 老師也好舞者也好 那他們的就是在這一條路上的奮鬥過程 就是很大一部分就是芭蕾舞 完成你自己的這一個最大的動力 我們有沒有那個自我要求 去達到那個質感 或者是我們急著想要一出而就 讓我最感到的地方就是 他努力的精神指導我們去學習 謝謝這次學校安排了這次的演出 也謝謝榮安姐姐跟導演可以親自過來 看到那個男子 他受傷之後還是會 夢想前進很感動 希望這一次的包場活動已經一片欣賞 讓孩子呢 對舞蹈的執著跟熱情 可以有更堅持下去的力量 這一處對於校方的用心也給予極大的肯定 這幾年是對於裁判的蜘蛛 吳云亦也有 亂三一體的建設工程的軟體上 那非常謝謝人耐舞蹈班的用心規劃 除了原本 校內的完整的專頁 和到十字的課程 那這次也帶著牌子 就出校外來做一個學習 那剛好在今年 九月剛上映的台灣第一部 舞蹈的紀錄片 《無盡》 那裡面講的就是台灣的一些芭蕾舞者 他們的這個學習的歷程 那帶孩子出來也可以去了解 在整個每個讀者光鮮亮麗的背後之下 有很多需要辛苦跟努力的地方 那相信今天孩子都有滿滿的收穫 專業的舞蹈人才 需要多元的能力養成 期盼透過電影 讓孩子們面對未來挑戰時 擁有更多元與熱情的學習態度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 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還附上消毒者 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阿也沒確診阿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